投出保龄球 前新北市长朱立伦差点站不稳跌倒 一旁的郑世伟可就稳多了 拼三同区立委补选 国民党阵营选在三重人 共同记忆的保龄球馆做直播 找大咖做直播 身为前新北市果菜运销公司的副总经理 郑世伟主打自己跟韩国瑜一样 都是卖菜狼 两人合体冲选情也在安排当中 韩市长他一言九鼎 他有说过他一定会来他就会来 国民党做足准备 要与民进党推派的余天一较高下 毕竟余天辖着高知名度可是家喻户晓 但听到韩流余天也是戒胜恐惧 甚至到党中央要空战资源 像我们新北市党部也没有这个 对这个直播的会比较能力比较强的 那那个主席有说 那要不然我们这边派几个人 每个党部派几个人到中央去学习 很快 除了加强空战也要找大咖来站台 初一余天要跟蔡英文苏贞昌合体 太太李亚平也渴望一同跑行程 最近稍微比较稍微一点点 一点点而已 回家就不跟我讲话 脸臭臭的 你去帮他按摩 哎呦 我这年纪那么大撒娇很恶心 3月16日的立委补选 新北三重这一席可以说是一级战区 蓝绿五五波之下 接触投票率成为关键 黄运新闻 郭燕廷 黄运晨 新北市报道